富有诗书气自华,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谁是卧底》这个游戏? 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玩家会抽到一个词, 其中只有一个玩家抽到的词和其他人抽到的不一样, 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卧底。 那接下来每个人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抽到的词。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判断谁抽到的词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描述一轮后,所有玩家来投票选出他怀疑的那个卧底是谁。 被怀疑是卧底的人,不管是不是卧底,都会被淘汰出局。 如果真正的卧底能撑到最后都不被识破,那他就赢了。 很多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会感到兴奋,大脑在飞速运转, 而这也正是这款游戏的魅力所在。 在游戏中,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 结合自己对词的理解去判断别人拿到的词跟自己拿到的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从所有的描述中预测最有可能是卧底的人。 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可能会想, 为什么有的玩家能迅速做出正确判断, 有的人却玩到最后也猜不透谁是卧底呢? 这本书能为你揭开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玩家是怎样推理的。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 作者在每个章节里都会通过大量真实的实验数据来讲述一个影响我们思维与思考的因素。 每个章节既独立又紧密相关。 今天我会带你了解其中最有趣也是与我们生活关系最紧密的三点。 在分享的第一部分里, 我会给你介绍直觉对我们的思维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第二部分里, 我们来看看记忆这个因素对人们思维的影响。 而在最后一个部分中, 我会给你聊聊生活中那些能影响我们预测准确性的因素, 以及如何才能提升预测的准确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分, 直觉会对人们的思维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特爱德华实验室曾经进行过一项实验, 研究新信息会对人类决策的制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研究人员把两袋装有白色和红色筹码的袋子交给被测试者, 其中一个袋子里有75%的白色筹码和25%的红色筹码, 而另一个袋子则正好相反。 被测试者每次需要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筹码, 并且猜测袋子里是红色筹码多还是白色筹码多。 你也许已经能猜测到。 实验的结果是, 如果被测试者从袋子中拿出的筹码是红色的, 他们就容易认为袋子里的红色筹码占多数。 如果他们连着拿出的前三个筹码都是红色的, 那么他们认为红色筹码多的概率变成了之前的三倍。 乍一听起来, 这个猜测并没有错, 可真的是这样吗? 这就像抛硬币, 我们都知道正反面的概率分别为50%, 假如抛1000次硬币, 正反面的概率会接近1比1, 但如果抛10次呢? 正反面的概率还会是1比1吗? 答案显然是不确定的。 学习过统计学的人应该都知道, 想得到准确的概率的前提是, 样本必须要大, 少量的数据存在太大的随机性, 无法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概率。 既然如此, 人们为何又会根据拿出的筹码颜色, 来判断红白筹码的多少呢? 那是因为, 在人们的思维之中, 总是会错误地以为, 局部能够代替整体。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会出于直觉认为, 小样本和大样本一样, 都能反映出它所代表的整体特性, 从而武断地得出结论。 尤其是对待随机事件的时候, 这种思维偏差更为明显。 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种思维偏差对人们做判断和决定,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从科学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在不确定的情境中, 我们应该依靠统计学来做出判断。 但实际上, 我们往往不会这么做, 对周围情景错误的感知, 让我们养成了靠直觉判断的习惯。 甚至有时候, 明明知道是陷阱, 我们还是会这样做。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直觉对我们思维产生的影响,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分享的第二部分, 那就是记忆因素对于思维的影响。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个有趣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针对英文中26个字母的出现频率进行的。 研究人员首先选择一个典型的文本, 记录下来不同的字母出现在单词首字母和第三个字母上的相对频率。 字母数不到三个的单词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然后研究人员给参加测试的人员指定了相应的字母, 要求他们判断, 这个字母是出现在单词首字母上的情况多, 还是出现在第三个字母上的情况多, 并要判断出他们拿到的字母在这两个位置出现频率的比例。 研究人员首先让参加测试的人员对字母K进行判断。 大多数人都认为字母K更容易出现在单词的首字母, 而不是第三个字母的位置上。 那接下来研究人员又让被测试者对R、L、N和Y这几个字母进行判断, 结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但是,实验者将这些字母拿出来进行单词统计, 发现,这些字母出现在单词的第三个字母的频率通通大于出现在首字母的频率, 其比例为2比1。 在这个实验中参加测试的人员, 他们的判断都出现了系统性的错误, 而且都错得离谱。 那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人员指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记忆扭曲了认知。 我们往往更容易想起一些以K字母开头的单词, 但如果现在我让你想一个第三个字母是K的单词, 那难度可就大多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场景, 就越会觉得这个场景发生的几率比较高。 的确, 一件事越是常见就越容易被回想起来。 但反过来, 容易被回想起来的就一定是常见的事吗? 当然不是。 比如, 刚刚发生过的事, 或者比较明显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都是比较容易被回想起来的, 但它们并不一定是经常发生的。 在这种干扰下, 我们的判断会变得相当不靠谱。 当然,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很愚蠢, 而是因为在判断概率时, 我们所奉行的原则是, 越容易想起来的事, 就越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 所以, 当我们需要根据记忆中的信息做出决策的时候, 这些带有误导性的信息就会轻易入侵我们的思维, 造成错误的判断。 同样, 很多时候, 当我们认为某个结果完全不可能时, 也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脑海中并没有什么可以导致该结果的事件。 现在你知道, 记忆对我们思维的影响了吧。 刚刚我们通过实力分析了影响我们做出判断的两个因素, 接下来在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部分, 我想跟你聊聊预测。 预测听起来和判断好像差不多, 但它们可不太一样。 那么预测和判断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两个简单的句子。 第一句是, 他看上去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勇士。 第二句是, 他以为会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勇士。 怎么样, 感觉出区别来了吧? 第一句是我们对事实的判断, 而第二句很显然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测。 虽然这个预测之中隐含着判断, 但它包含了一些不确定的成分。 作者给我们讲了一个猜测职业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首先, 研究人员虚拟一个名叫狄克的人。 他们设定, 狄克是一个30岁的成年男性, 已婚, 但没有孩子。 他的能力超群, 而且积极进取, 一直希望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 然后, 研究人员问被测试者, 有一个100人的群体, 其中70%是工程师, 30%是律师。 如果从中随机挑选一个人出来, 这个人是律师的可能性是多少? 所有被测试者的答案都是30%。 但是, 当研究人员把这被挑选的人具体到狄克身上, 他们把狄克的人设告诉了被测试者, 便让被测试者预测狄克是律师的可能性是多少时。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被测试者给出的平均答案是50%, 也就是说, 被测试者在判断狄克的生存时将两种职业的比例抛在了一边, 根据无关的信息得出来的结论, 认为狄克是这两种职业的可能是各占一半。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在缺乏具体的依据和掌握了一些没什么用的信息的情况下, 人们的预测结果会有所不同。 如果缺乏具体依据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根据基准概率来进行预测。 可一旦人们掌握了一些具体的信息后, 即使这些信息是没什么用的信息, 他们也会把基准概率抛在一边, 根据那些所谓的具体信息来进行判断。 其实在刚刚的实验中, 研究人员所给出的人设, 根本不足以让我们准确地判断狄克的职业, 但反过来, 如果狄克真的是律师, 我们的选择又好像很有道理。 这就像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 我们又会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能偷偷使道地解释它。 很多情况下, 体育解说员为了能自圆其说, 让自己的点评和最终的比赛结果一致, 会故意调整叙事方式, 转移中心。 而历史学家们也经常会把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上, 使随机事件看起来如同它的分析一般, 必然会发生。 其实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人类在逻辑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面对不确定情况时, 我们的大脑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从而影响人们判断概率和预测的准确性。 而错误地看待已经发生的事情, 这让人们更难以预测未来。 当然, 如果能把决策之前思考过程清晰化, 就能给不同的结果赋予不同的概率。 在此基础上, 根据概率进行预测, 就能对不确定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评估, 从而人类的决策判断性能够得以提升。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思维探秘,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要点。 首先我们介绍了直觉对人们思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判断的时候, 我们做出结果往往都是依据概率来进行判断的。 在这方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那就是彩票。 我们知道, 彩票每个位置的数字都是随机选出来的, 无规律的。 但是, 购买彩票的人往往都会非常关注往期彩票的数字, 然后根据往期的数字来进行预测, 选出自己认为概率最高的数字组合。 此时, 采明判断的依据是某个数字出现的次数多, 那下一次是它的概率就大。 这其实是不符合统计学规律的, 只是采明自己直觉性的判断。 这就是直觉对人们思维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体现。 紧接着在分享的第二部分中, 我们又介绍了记忆对人们思维判断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 我们所能回忆起来的信息是有所侧重的, 并不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都是平均地出现在我们的回忆之中。 而我们在进行思维和逻辑的判断的时候, 能够回忆起来的信息则会进入到我们的思维逻辑中, 从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判断。 最后我们说到了在思维体系中, 我们是如何进行预测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错误判断, 会直接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判断。 错误的对待已经发生的事, 是人类思维上的一个缺陷。 在决策之前, 将思维清晰化, 然后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不确定的事件, 能够提升人类判断和预测的准确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解读的全部内容。 这本书除了为我们介绍, 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是如何运转的, 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思维之外, 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 在面对问题时, 如何正确地去根据已知的信息去进行判断,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希望我们在了解思维运转的奥秘的同时, 也能够正视自身的缺陷, 以最科学理性的态度去面对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